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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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生開一家修車保養廠 我就不分白天不分昼夜 很賣力 長期的壓力過大 睡眠不足 我的人生就是這樣 到後來六十歲 哗 倒下去了 一文不值 全台北市的大醫院檢查 可是找不到答案 真的 那個時候是 生不如熟 想說自己可不可以了斷 後來確定是我腦部裡頭的內腦 產生病變 起初妙媽來給我看的時候 她跟我說 妳說 妳讓錢 這個做這個做 做到現在錢彈起來 身體都不會效果 我老實說 我們這塊肥子 要放八分針 如果衝進去 不然出來 旁邊煮就倒到 那就是標示是災難 是喔 以前我阿哥說 還想不到 後來我才領護到說 師父說的 真的有道理 因為妳老出來的部分 老實說很怕痠 妳在北裡妳就吃八分 吃七分就好了 兩分就助人好 我是說 這有利 我就開始一直保持 一直保持 這樣 自從進入慈濟加入團體活動 是很高興的事情 一坐起來我就很高興 不覺得說我哪邊在痛 雖然在活動中很忙 但是促進血液循環 這樣子對健康也很好 又能結上很多的好緣 把工作的事情做得圓榮 身體愉快好棒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